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在他们面前都格外仁慈 几天前深声不息的舞台上 林子祥再次用一首武侠未十足的 《药族千坟光族曲》喘烧即经全场 当叶倩文 林子祥夫妻手腕手入场时 多少人的港月DNA动了 大家都感慨林子祥老当义壮 魅力不见当年 她和一身红裙的叶倩文温柔互动 让人瞬间梦回1992 进隔进去颁奖礼 同样是过身长群的沙丽姐 同样是小胡子的林子祥 两人的眼神旁若无人 牢牢粘在对方身上 林子祥和叶倩文爱足30年 至今仍甜蜜 膝下无子女的她们 和林子祥前妻生的一双儿女感情 都非常亲密 林子祥和前妻吴正元 当初为了叶倩文分手 现在再见面依旧是可以亲切同旷 温柔交谈的家人关系 吴正元三段婚姻两个儿子 大儿子朱志威 是和第一任老公生的 她带着朱志威嫁给林子祥 生了儿子林姓德 女儿林德义 朱志威娶了很有名的太太 台湾日盛金控的千金观影 这一大家人关系错综复杂 但难得的是 无论前任现任 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 她们都能友好相处 和和睦睦 2005年叶倩文 被报于网球教练杨上仁 过头甚密 她不仅离开加拿大定居旧金山 而且还出资帮杨上仁 开设羽毛球俱乐部 杨上仁出入都开着叶倩文的车 两人更是住在同一屋檐下 更耐人寻味的是 在这一段时间 杨上仁提出和台湾籍女友分手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叶倩文都忙碌于羽毛球事业 几乎是一个被歌唱事业耽误的 羽毛球运动员 媒体纷纷猜测 她和林子祥的婚姻恐怕已经有名无实 谁知2012年叶倩文高调 回归香港开办演唱会 嘉宾竟然是林子祥父子 此后他们一起参加了很多节目 如今在深声不息 叶倩文赢了林子祥之后 特意跑到休息室 观察林子祥的情绪 而林子祥对他尊重疼爱信任 一样都不少 他们为何可以做到这样 林子祥为什么对叶倩文中途欣赏 其他风景毫不在意 从她的经历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1947年 林子祥出身在一个元朗的医生世家 爷爷医院院长 爸爸林达志是妇产科医生 他为人亲切 街坊们都很喜欢他 港人历来尊重医生 林子祥和弟弟小时候 曾是打领结穿西装的小少爷 父母热爱音乐 经常放黑胶唱片给他们听 这算是林子祥最早的音乐器萌 只是好景不长 在林子祥上小学的时候 父母离婚了 不知道为什么 父亲对街坊邻居的小孩 都很热情友善 对林子祥和他弟弟却比较疏离 一开始林子祥和弟弟跟着妈妈生活 那时林妈妈也不过三十出头 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儿子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生活很吃力 到了林子祥初中时 妈妈远嫁美国 林子祥和弟弟回到父亲身边 林达志将他们直接送进了 英国的寄宿学校 很多年之后 林子祥在采访时曾谈起这段日子 对他的影响巨大 因为爸爸一段时间之后 突然就断了他和弟弟的生活 学习费用 两兄弟一开始赖在学校 最终还是被赶走 那个时候 两个十多岁的少年身上只有一两英镑 爸爸不给他们机票 妈妈又不联络他们 两人只好靠自己谋生 做过仓货 搬运工 清洁工 送报纸 终点工 这一周生活足足持续了四年 直到四年后 妈妈终于找到他们 把他们接到美国 但林子祥再也没有返回校园 她终身痛恨一切有纪律的地方 不喜欢被管 也不想管束别人 但她对父母没有任何怨言 对于父亲当年所为 她说了三句话 我一生都爱她 她人好 心很软 但我和爸爸无话可讲 在美国 林子祥待了七年 头三年打工 做电话销售和股票 实习经济 她不喜欢 想逃走 迷茫的日子里 林子祥最爱榴莲鱼 运动场 她热爱网球 打得非常好 在这里 林子祥遇到一个姐姐 这个姐姐工作过十年 婚龄十六年 对循规蹈矩的生活 充满厌倦 两个人发展了一段姐弟恋 期间 林子祥过着游手好闲的日子 每月领六十美金低宝 天天在家看电影 听唱片 说她一年看了三百多部电影 姐姐从不干涉她 称得上自由自在 也许就是这段时间 为她将来成为明星 奠定了基础 1976年 当时已经成名的林子祥 接受好时代杂志采访 她坦率认真地聊了这段感情 杂志也真是记录 现在看看当时的社会环境 其实很宽松 这一周刚出道的小肩肉 和淑女的爱情故事 放在今天 是要狂冲热搜的程度 然而1975年 林子祥打算回港发展 姐姐没有挽留 许多年后 原华纳唱片香港地区总经理吴正元 想起1983年那个寻常的下午 她亲自将叶倩文介绍 给老公林子祥认识 他们客气地互道 你好的那个瞬间 依旧觉得恍如隔世 人生充满了机缘巧合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 高楼大厦 红灯酒绿 香港艺人时髦 先锋前卫 他们代表着整个华语地区 最顶流的潮流文化 其中林子祥的外国背景 让她显得尤为洋派 在做歌手之前 她是吴正元的网球教练 熟悉之后 吴正元觉得这个男人很有魅力 是个可造之才 吴正元本人也非常优秀 她既有学位榜身 又是模特出身 干练 优雅 一路顺风顺水 伸到华纳高层 是香港中环精英女士 当时吴正元已经嫁给了 朱幸福生 1974年生下儿子朱志威 可惜遇上林子祥 1976年在吴正元的帮助下 林子祥出了第一张英文唱片 Lam 她第一道的英语表达和英文 风雅痞外形 迷倒很多人 其中就有吴正元 没有资料显示 吴正元是什么时候 结束第一段婚姻的 1977年 吴正元林子祥 确立恋爱关系 1980年 吴正元怀孕 林子祥当时正在上身期 不想结婚 但为了负责任 他们在英国登记 童年大儿子就出生了 婚后林子祥越发受欢迎 1986年 张爱佳邀请她拍电影 《最爱》 戏里是她的律师林俊燕 廖赛仁和张爱佳 两个知性美女 为她真的死去活来 大失丰度 这部戏质感上架 林子祥对角色把握的好 才华狠义 不够言笑的中产男人林俊燕 几乎和她本人气质 完美重叠 冷漠疏离 绅士克制 看似亲切却难以接近 这就是林子祥本人 她为人总是 有种物理看花 睡中望月般的距离感 80年代上半期 香港就看徐冠杰 林子祥 只是谭用林 张国荣的突然崛起 打断了林子祥的上升通道 再加上她和叶倩文的那段情 1983年 吴正元把林子祥介绍 叶倩文当老师 教她唱歌和粤语发音 两人相处 甚为头契 林子祥为叶倩文 打造了大热金曲 零时时分 前前后后 她为叶倩文写的歌 大概有六七首 几乎首首爆红 到了1992年 进歌进去颁奖里 两人之间的爱几乎无法掩饰 叶倩文自己也讲 当时所有人都撮合他们在一起 吴正元也恨过 闹也闹过 最终拿着3000万 离开香港 定居美国 两个孩子跟着她 叶倩文和林子祥 是1996年结婚的 他们的事业多多少少 还是受了这段感情的影响 婚后两人一句 加拿大淡出了娱乐圈 后来叶倩文在采访里 聊到一些细节 他们作息不对 林子祥爱早睡早起 她喜欢看电影 玩电脑到半夜两三点 林子祥不太管儿子的事 她和前妻儿子 林德信和叶倩文很亲近 林德信在哪里读书 住什么价位 什么档次的公寓 每月开支多少 都经叶倩文手 叶倩文对林德信的付出很多 还专门带林德信去 和成龙家房组民玩耍 她会带林德信去打游戏礼 看电影 吃东西 到处玩 林子祥做不到的事 她都可以 甚至林德信 后来入行也是叶倩文 一手铺垫 林子祥永远都是淡淡的 漫漫的 他们婚后因为一些琐事 曾闹过离婚 后来的解决方式就是分房住 各住各的房间后 一切矛盾引人而解 2005年 是他们感情最受考验的一次 叶倩文当时疯狂的热爱 打羽毛球 她和闺蜜朱灵灵 都是羽毛球发烧友 那时候朱灵灵刚和霍振婷离婚 突然多出了大把自由时间 两人整日约教练打球 打着打着就有点情况 叶倩文的教练叫做杨上仁 30岁上下的年纪 在美国羽毛球团 颇有名气 叶倩文得知 杨上仁在筹备自己的羽毛球 俱乐部就一心投资给他 而杨上仁却坚决不要 叶倩文的投资 只要求他出任俱乐部的理事 为了这件事 叶倩文甚至搬到旧金山定居 要知道2003年 林子祥刚刚发生过 严重的舞台事故 耳骨碎裂 脑中出现血块 后来持续治疗 还是损失了一只耳朵的听力 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点 叶倩文和杨上仁 被媒体拍到同景投出 住在一个屋子里 为了羽毛球馆的事情 朝夕相对 新闻被香港某周刊爆出 全港炸锅 叶倩文解释 他们的确投住 但家里还有助理 男生车子坏了 所以接他开 关于杨上仁和女友分手一事 叶倩文说 我哪有那么大本事 他只是个小孩子 突然发现 当初林子祥谈姐弟恋的时候 也差不多 是这个年龄的小孩子 关于叶倩文的解释 不管大家信不信 只要有一个人信就行 2012年 叶倩文宣布 复出开演唱会 邀请林子祥父子做嘉宾 一家人亲密的在台上 又唱又跳 人人都说 林子祥能忍 其实不忍 在英国文化背景下 成长的林子祥 信奉做人姿态 要好看 要有气度 他人生唯一一次失态 就是为了叶倩文 1993年时 叶倩文和一个舞蹈老师 跳舞时特别清热 令林子祥 兴生不爽 甚至大打出手 新闻爆得非常大 那次之后 他和叶倩文就达成共识 信任第一 再加上对于林子祥来说 婚姻里最重要的就是幽默感 一般人看中忠贞不二 使之不渝 或看中家庭经济 整整日上 夫妻双方有话可聊 很少人在意幽默感 偏偏他觉得最重要 他认为他和叶倩文 能斗笑对方 对方也能让自己笑 是最难得的事情 而且你会看林子祥的来路 他和父母关系很淡 和孩子的关系也很淡 唯一的浓烈都用在了叶倩文身上 很多事情 也许用今天的眼光来看 难以理解 甚至离谱 但辣妹一直相信 人性充满 幽暗 隐晦 并非人人都要追求 伟大光正 也许用他们的歌曲 爱到分离 才是爱 来结束最为合适 谁在管 应不应该 只要在这颗浓浓的爱 即使人在旅途时 有没法肯定未来 谁在管分不分开 只要在这颗 全无拘束的爱 世上原是太多路 爱到分离 仍是爱 世上有太多路 对错 有时候没有那么重要 放松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多的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带来更多 明星背后的故事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